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火灵火线生活小故事单元 藉由短短的几分钟 我们和大家分享日常生活中 节庆或节气礼 还有当下时事发生的话题与小故事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来聊聊兔年 今年是兔年 现在这个年节气氛正浓厚 小编辑的去年虎年的时候 大家在说是黑虎年 结果到了兔年 也就是今年兔年的时候呢 小编就在想 应该不会说黑兔年了吧 结果大家又开始说 今年是黑兔年 这个小编觉得有点奇怪了 到底是什么流行密码 小编没掌握住 为了此事小编特别去问了黄老师 原来啊 其实就是21世纪是天不照甲子 人不照天理 又乱世乱象人祸多 所以现今阴高与阳比例已经是7比3 也就是阴特别的多 简单的说就是鬼比人多 这个阴高与阳7比3呢 小编非常有印象 因为在之前我们活灵火线系列的书籍当中 已经提到过了 所以地球会有黑压压的感觉 鬼本来就是阴黑的 自然鬼多 整体磁场就是笼罩在黑色之下 还有就是黑洞 黑洞从灵虚的角度来看 就是魔界释放魔气的地方 我们看了很多卡摩的案例都是两眼黑洞 穿着外形穿着黑色斗篷等等的形象出现 所以黑似乎是现在有形的 无形的流行词汇 所以这样由灵学的角度来看 其实很快就有解答了 为什么要叫黑虎 为什么要叫黑兔 像小编自己比较了解灵学 就明白老师的提点了 现在阴高与阳 大环境磁场也是偏黑偏阴 魔界黑洞也是黑 自然而然每年的生效就会被加上一个黑字 整个宇宙地球就是魔界跟阴的 占了大部分的磁场 而卡摩跟卡阴 也都会让正常人变得更不正常 当然整个兔年就会被这一些黑色所笼罩 一年一年的生效不一样 但是黑色大环境都一样 所以十二生效就被黑色污染了 自然各运势各个气场也都会被污染 你看啊 去年黑虎 今年又是黑兔 明年呢 黑龙 后年大后年可能都还是一样 用黑来继续灌上所有的生效 所以小编提醒大家 活灵活现书中其实早早就有说过 二十一世纪是西方灵界 东方灵界联合对抗魔界 也就是西方科学家所谓的黑洞 所以二十一世纪的地球人类 就陷入了全世界的乱世 各国大环境都差 天灾人祸不断 我相信天灾人祸不断 大家一定非常有感 比如说气候的反常 气温的失调 水灾 旱灾 地震 海啸 雪灾 台风 病菌等等 雪灾像前一阵子北美地区发生的雪灾 真的是灾情蛮惨重的 病菌更不用说了 这两三年来我们受到病菌的影响 整个世界好像被翻过来一次的感觉 很多人事物都有了很多很大的改变 所以一个世纪一百年 二十一世纪一百年当中 势必会和黑色绑在一起了 但是我们不用担心 也不要受到影响哦 只要接受灵学的朋友 有任主报道 在主神灵体 肉体三体合一的天团之下 就不会也不用怕 任何一年被冠上的黑生肖影响了 好 今天的节目 告一个段落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